貿易冷戰 暗天維修表示說他不擔心 因為他認為該堅持的就該堅持 而且維持區域穩定 就是他政府一直以來的施政目標 沒錯 這一次峰會的最重要目的 就是要維持區域穩定 尤其是針對來自北韓 以及中國大陸的威脅 其實會中這是 美日韓三方領袖 這是他們第一次 專程單獨的舉行這個峰會 因為過去他們所有的會談 都是在一些國際的峰會上的 場邊舉行的 而這也是拜登總統 他上任之後第一次在大衛營 舉行這樣的峰會 也顯示說美國對印太地區 是非常的重視的 會後三國領袖也發表了 聯合聲明對中國大陸 是措辭非常的強硬 他們提到是反對中國大陸 是用危險以及挑釁的手段 來進行威嚇 另外也有提到說 其實各國 他們是反對中國大陸 在南海以及東海地區 主權紛爭的地方 是用所謂的脅迫的手段 或侵略的手段 來進行相關的維護主權的行為 其中就提到 就有可能就是在北京當局 他在南海的這些島礁 進行的所謂的軍事化行動 這三國也是非常反對這樣的行為 另外其實聲明裡面 也有提到台灣海峽的部分 也提到說 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 一直以來都是國際利益的重要元素 是維繫國際繁榮的重要的一個關鍵 另外還有提到說 就是拜登總統也說 他們對台灣政策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一樣的 都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 來維持台灣海峽的穩定 這是美日韓領袖 其實是據去年的柬埔寨峰峰峰之後 再度的表達對台灣海峽的關注 此外其實這個峰峰 還有一個非常重大的目標 就是要讓會談進行 所謂的制度化 也就是打造所謂的 亞太小北約這樣的制度 不管是政黨輪替 或是政權跟頂的 都不會因此開到車 而其中這三國領袖 就發表所謂大衛營的原則 約定好了 每年要召開一次像這樣的峰會 不管是領袖級 或是部長級的峰會 都要召開一次 還要舉行聯合的軍演 以及共享軍事勤資 以及軍事上的合作 其中還有包括 就是要共同防禦 來自北韓的飛彈威脅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要三方要建立 所謂的溝通熱線機制 在危急情況發生的時候 三方可以立刻利用這個專線 要彼此溝通來確定彼此的 要如何應對這樣的危機 另外還有一個外界很關注的 就是說美國總統拜登 到底什麼時候要跟 大陸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進行會晤 進行拜習會到底何時會舉行 其實拜登在回答媒體提問上 也有提到說 他希望在今年年底前 有機會見到習近平 但是他並沒有提到相關的安排 目前研判有兩個機會 可能會舉行拜習會 就是在今年稍晚大概11月的時候 會在美國就今天舉行的 APEC在金河會的會議上 美國總統拜登 也已經邀請了習近平參加 另外有可能是在下個月 也就是印度新德里舉行的 G20的峰會上 也有可能會跟習近平兩人碰面 只是相關的安排 美中雙方都沒有透露 主播 好 除此之外 馬來西亞17號的時候 還發生了小飛機墜機的意外 造成10人罹難 而事故現場已經完成了搜證清理工作 只是目前最新進度如何 再請戴炫來說明 沒錯 戴炫關於馬來西亞的小飛機墜機 以外目前確認是10人罹難 這台飛機墜毀在雪蘭俄州的 艾美納城附近 造成當地一個道路 波及到道路上一些車輛 所以總共是機上8個人 以及地面上是一名機車騎士 還有一名轎車的駕駛 總共10個人是罹難 目前時事的道路已經搶通了 在昨天下午已經恢復了通車 但是現場還是可以聞到濃濃的 汽油跟燒焦味 而且道路旁邊的這些草皮上 還有非常多的這些飛機的 殘骸跟零件散落在那邊 因此警方是用大型的帆布 將當地整個包圍封鎖起來 要進行後續的調查工作 目前只知道機上的乘客 大多數一些政治人物 包括了一名當地的一個州的 行政的州議員也在飛機上 也在罹難名單裡面 另外但是因為這些離耐者 他們其實因為經過大火的燻燒 其實身體都有些殘缺的部分 目前還是要透過家屬的DNA 進行比對 才能夠辨認出他們的真實身分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飛機到底是如何墜毀的 這架飛機其實跟我們一般的 大型的商用客機比較不同的是 它其實沒有兩具黑盒子 它只有一具 也就是說它是沒有所謂的 飛航資料紀錄儀 它只有駕駛艙的通話紀錄 這一具黑盒子 這具黑盒子其實在昨天上午 已經在現場已經巡獲了 已經送交相關的飛安單位 要進行研判 目前只知道這架飛機 其實是要準備降落在 這個蘇邦機場 它在降落之前 都已經獲得了降落許可 但是卻因為不明原因 要發生了這個 向右航道偏離的狀況 也沒有發出任何的求救信號 就直接的墜毀在當地 目前其實墜機的這個原因 可說是眾說紛紛 網路上還有撩傳了很多這些 一些謠言或是一些 就是只要怪力亂神的說法 但是目前其實當局是提到說 調查都還在進行中 也希望大家不要妄加揣測 主播 好 謝謝戴宣 不過我們還是要持續 帶大家關心的是 夏威夷的野火 因為美國救災部門就證實了 有不少兒童是被活活燒死 夏威夷最高防災首長 也因此被批判 這個應變不足閃電請辭 不過另外也是重災區的 貿宜島卻出現了一座奇蹟教堂 周圍的房屋都被燒毀 只剩教堂還有聖母像 屹立不搖 夏威夷貿宜島大片殘骸中 隱約可見紅色屋頂建築 助力原地沒有被野火波及 建有百年歷史的老教堂 裡頭聖母瑪利亞像完好無缺 被稱為奇蹟教堂 只是野火後貿宜島顯得空蕩蕩 過往排隊名店消費者少得可憐 夏威夷到現在還是經常有強風 當地消防員人力不足 居民只能拿起寶特瓶裝水 澆洗隱藏火苗 美國警方證實這次野火 有不少兒童被燒死 這位年輕的志工也失去年僅15歲的弟弟 夏威夷死亡人數攀升 但貿易島防災部門官員 卻因為這句話被罵翻 聲稱不詳警報 是怕民眾誤以為有海嘯跑錯地方 結果叫痛批 簡直是羞辱人 這名防災官員最後閃電請辭 美國今年天災頻傳 加州也開始搓雷蛋 太平洋熱帶風暴 希拉里週四增強為颶風 並持續往北 預計將成為84年來 首次襲擊加州的颶風 電新聞綜合報導 有潛水教練和學生 在進行潛水教學的時候 學員被衝到漁船航道 教練為了就學生 卻受重傷 還有高雄出現全台第一起 確診分隔熱帶隱密足跡 被開罰的案例 廣告後帶你關心 巴比和澳本海默 兩部話題牆遍互相拉抬 造成了巴本海默熱潮 在北美和全球票房 創造大驚奇 讓全美最大連鎖心願AMC 業績創下新紀錄 電視劇場 電視劇場 電視劇場